百亿巨富只求面包牛奶封城断粮上海告急 欧盟主席访问布查阵这一天或是乌俄战争关键日 德国总统呼吁设立针对普京战争罪法庭 隐瞒与中共关系的堪萨斯大学教授陶峰被裁定有罪 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4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4月7日官方公布的上海单日新增染疫人数超过2万例 这引致是连续第六天创新的记录 有大陆专家表示上海疫情依然处于扩散期 据报道 习近平派往上海清零都军孙春兰 原计划5、6日在上海考察后离开上海 但因为恐惧上海疫情恶化 孙春兰6日晚连夜返回上海 7日又出现在上海的街头 如今上海封城已一段时间 越来越多的市民每天为了日常生活物资伤透脑筋 网上抢不到食物及物资 纷纷发帖求助 一位上海的网友这样写道 当全中国人在看上海疫情数字的时候 上海人在看冰箱还剩什么 手机买菜APP还能够抢到什么 综合报道 大陆病毒学家常荣山表示 目前上海单日新增病例数量 还远未到达高位 疫情依然处于扩散期 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东燕认为 上海的数字迟迟未能被压下来 存在三种可能性 本身感染人群存量大 分布在不同地区 陆续被发现 二是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居民抢购时造成的聚集性传播 三是居家隔离时 一人传染一家 为了控制疫情 中共继续采取清零政策 经济重镇上海市的2600万居民 因封城被困在家 他们遭遇的一个生活困难就是 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缺乏 据彭博社7日报道 现如今 缺少基本食品的波光是普通民众 即便是富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被困在上海的著名风险投资家 风投公司 今日资本集团创始人徐欣 近日也透过社区微信群寻求帮助 希望有人能够帮他买到面包和牛奶 要知道 徐欣在中国有投资女王之称 据陆媒报道 徐欣的身价高达260亿元人民币 据报道 上海的很多小区 自3月2日起开始封控 至今已超过一个月 由于染疫人数持续攀升 有的居民被迫接受 7天加7天 甚至14天之后 又有14天的 看不到前途的隔离与封控 随着封城时间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 开始在网路上抱怨家中断粮 有民众苦叹 全中国人在看上海疫情数字的时候 上海人在看冰箱还剩什么 手机买菜APP还能抢到什么 因为上海的网民发帖表示 上海松江区九亭绿洲香岛小区 从3月18日开始 小区封闭 4月1日起 小区内的超市也彻底关闭 一直到7日为止 所有居民只收到过一次物资发放 一根胡萝卜 两根笋 一包腊肉 一袋面 没有见过一片菜叶 全小区3700户 一万多人 目前食物告急 有市民坦言 如果政府做得好 怎能让百姓这么恐慌 心里烦躁不安 甚至一点就火呢 问题是 现在连温饱都是问题了 甚至有市民表示 你能保证我在派出所有饭吃 我就宁肯被抓 一位网友8日发帖写道 太令人唏嘘了 上海疫情至今快一个月 上海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 反而越发严重 这真的是21世纪的上海吗 看不了病 抢不到菜 政府物资发放跟不上 官媒组织群众 自己去团购 必需品 让一万多外卖员 去确保几千万人口的外卖 合理吗 在这样的特大城市 竟然有一天会担心 有饿死的可能性 太好笑了 海外视频人士 严纯勾感叹 上海疫情全面失控 中共已经束手无策 号称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上海 却因死不悔改的清零政策 一夜之间沦为人间地狱 世上只有中共的天下 才会有如此荒谬的现象 眼下 上海人的苦难远没有到头 暴力清零没有底线 最终会不会导致流血收场 只有拭目以待了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安恩 当地时间8日 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波瑞尔 与斯洛伐克总理黑格尔德陪同之下 一同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最近遭受俄军肆虐的不查证 之后还会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路透社报道 冯德莱恩在旅途中向媒体表示 他此行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向泽伦斯基传递一个讯息 乌克兰将踏上欧盟之路 冯德莱恩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 今年夏天将乌克兰的入盟申请 递交给执委会 波瑞尔则表示 他们前来基辅是一种讯号 代表乌克兰依旧掌控着自身的领土 而政府也能发号示令 欧盟未来能再提供给乌克兰 5亿欧元的援助经费 而对于8日当天发生在乌克兰东部 克拉莫托斯克车站的惨剧 冯德莱恩以卑劣来加以谴责 他同时也对受害者家属表达了他的哀悼 同一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 他对乌俄冲突的最新看法 马克龙认为 这场战争短期内不会结束 他也提到了一个可能会对战局 有关键影响的日期 5月9日 当天是俄罗斯的二战胜利纪念日 法新社报道 马克龙表示 不幸的是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日子 还不会结束 他判断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内 不太可能做出外交让步 俄罗斯将在敦巴斯地区集中攻势 外界接下来在数天或数周 将会看到非常艰困的景象 马克龙接着表示 5月9日是俄罗斯的国定假日 也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日 几乎可以肯定对普京而言 5月9日必须是一个胜利日 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马克龙从数度与普京通电 讨论人道主义援助等议题 不过迄今成效甚微 以至于有些人士认为 他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 马克龙当天还反驳了这些批评声浪 他认为 如果我们不为之后的日子做好准备 欧洲就不会有任何和平 另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当地时间8日表示 随着军事方面与谈判桌上的进展不断推动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 有机会在可见的未来结束 德国明镜杂志援引德国总统 施泰因麦尔的话报道称 施泰因麦尔呼吁设立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吉和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的战争罪法庭 路透社8日引述德国明镜报道说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说 任何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都必须自己做出解释 德国总统在接受明镜杂志的采访时说 这包括士兵 包括军事指挥官 当然还包括那些负有政治责任的人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有批评称 正是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政时期 对俄罗斯采取的绥靖政策 才使得普京得以日益作大 直至发动侵略战争 曾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现任德国联邦总统的施泰因麦尔 坦承自己当年参与制定的 对俄政策存在错误 德国之声报道 施泰因麦尔本周一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长期支持 北溪二号输气工程的立场 显然是个错误 他表示 回顾德国的对俄政策 是令人苦涩的 他表示 当年作为德国联邦政府的外交部长 他认为 自己是在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尽管普京的极端化发展 变得日趋明显 但他却依然寄希望于外交努力 我当时的判断是 普京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帝国狂热 而葬送俄罗斯的经济 政治和道德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 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误判了局势 施泰因麦尔明确表示 只要普京继续执掌俄罗斯政权 德俄关系就不可能再回到 战争发生前的状态 堪萨斯城的一个联邦陪审团 4月7日判定 堪萨斯大学化学工程教授陶峰 在从事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时 隐瞒了他在中国工作的事实 陪审团裁定陶峰 八项控罪中有四项成立 这些控罪包括电信欺诈 美国之音报道 尽管拜登政府的司法部 今年2月结束了中国行动计划 但有关案件仍在继续推进 对此陪审团的裁定 陶峰否认有不当行为 他的律师在一项声明中称 对陪审团的裁决深感失望 陶峰将在审判后 对有罪裁决提出挑战 据报道 陶峰2014年为堪萨斯大学的环境 有意催化中心工作 从事与可再生能源 包括液延气有关的项目研究 检方指控陶峰在堪萨斯大学 担任全职教职期间 于2018年参加中共当局的人才项目 作为长江学者 与中国福州大学 签署了五年全职雇员合同 并从中方那里获得资助资金 检方说 中共当局利用这些人才项目 吸引外国研究人员 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检方指控 陶峰向堪萨斯大学做了不时申报 对堪萨斯大学 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构成了欺诈 陶峰在2019年被捕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